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派出人来挑战耶稣 希望在跟耶稣辩论的过程当中 抓住耶稣的把柄 把他弄死 那轮番上阵 要来挑战耶稣 然后都一一落败 我们继续来看二十章的下半段 还有谁要来挑战耶稣呢 撒都该人常说 没有复活的事 有几个来问耶稣 夫子 摩西为我们写着说 人若有期五子就死了 他兄弟当娶他的妻 为哥哥生子立后 有弟兄七人 第一个娶了妻 没有孩子 死了 第二个第三个也娶过他 那七个人都娶过他 没有留下孩子就死了 后来 妇人也死了 这样当复活的时候 她是哪一个的妻子呢 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他 撒都该人呢 他们是祭司的系统的人 也是耶稣辩人的统治阶层 人数不是很多 但是因为他们就是 都是跟这些外来的政权 关系非常的紧密 依附他们而生存 特别跟罗马政府合作 所以他们就一直稳稳的 占据这个统治的阶层 那撒都该人 他们只相信创书立民生 摩西五经 其他他们都不相信 他们更不相信 像文士啊 法利塞人 他们对于摩西五经的一些 注解教导 所谓这些文士的遗传 或是法利塞人的 这些传统的解释 他们只相信摩西五经 不相信其他的 旧约的书卷 他们更不接受 文士跟法利塞人 他们对于 衍生出来的圣经相关的解释 他们觉得那个 没有任何的分量 撒都该人常说 没有复活的事 那撒都该人跟法利塞人 他们是立场是敌对的 可是呢 在犹太人的统治阶层里面 就是由 撒都该人跟法利塞人 组成一个 七十一个人的 犹太人的工会 是他们最高的 立法跟司法机关 是由法利塞人跟 撒都该人 共同组成 因为法利塞人在民间 有很高的声望 撒都该人在民间 声望比较低 可是他们跟 罗马政权有良好的关系 那他们两派人 最常在到底人时候 有没有肉身复活 这件事情 人死了之后 到底会不会重新复活 并且有一个身体 可以复活 那为什么 法利塞人他们会 强调人死之后 一定会有复活的事情 因为人死之后 当上帝再来的时候 他要让所有人复活 然后呢 恶人要被审判 义人要被神称为义 并且就是治理这地 所以呢 如果人死后没有复活 什么都没有 那上帝如何彰显他 在历史里面的公义 和怜悯救赎呢 但是撒都该人认为 从摩西五经里面 根本没有复活这件事情 所以呢 他们认为 讲复活 那个东西是 法利塞人文士 他们自己 过多的解释 所以他们不承认 所以呢 好不容易 逮到机会来挑战耶稣 当然是拿这个 复活的事来挑战耶稣 所以撒都该人 他们就有几个人 来问耶稣说 夫子 摩西他果然用 只用摩西五经的部分 摩西为我们写着说 人若有妻 五子就死了 那他的兄弟就当取他的妻 为哥哥生子立后 由摩西五经中 有这样的教导 然后呢 这个撒都该人 就设了一个问题的陷阱 那如果呢 有弟兄妻人 第一个娶了妻 没有孩子就死了 接着第二个第三个 也都娶过他 那最后那七个人 都来娶过他 而且都没有留下孩子 就死了 后来那个妇人也死了 八个人都死 然后呢 这七个兄弟都娶过 这个妇人 都当过他的先生 但是都没有留下后代 这样 当复活的时候 就是如果有复活的话 那请问这个妇人 是这七兄弟里面 的哪一个人的妻子呢 因为他们七个人 都娶过他 撒都该人 自得意满 认为这个题目 可以显露出 这个宣导 死人会复活这件事情 是何等荒谬 因为他们认为 摩西五经里面 没有讲过 死人会复活这件事情 所以他们就设了 一个题目 要来考耶稣 这世界的人 有取有价 唯有算为佩德那世界 与从死里复活的人 也不娶 也不嫁 因为他们不能再死 和天使一样 既是复活的人 就为神的儿子 至于死人复活 摩西在荆棘篇上 称主是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 就只是明白了 神原不是死人的神 乃是活人的神 因为在他那里 人都是活的 耶稣说 我们现在这个世界 有价有取 那价取很多 就是为了生命的延续 因为人会死 就希望生命可以传承 信仰可以传承 然后敬拜上帝的族类 可以继续的传承下去 那但是呢 唯有被上帝算为 是配得那世界 就是将来的世界 就是主再来的世界 上帝时死人都复活 按着公义审判恶人 按着公义称义 义人的那个时候的来到的时候 那叫做那世界 叫做从死里复活 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到那时候呢 所有从死里复活的人 他也不娶也不嫁 因为他们不能再死 所以耶稣他就是 在讲一个观念 而这个观念很可能也是 那时候有一些法利赛人的 说法 也就是说 等到这个 主再来的时候 神会使这个 所有的人都从死里复活 恶人受审判 义人被称赞 并且义人不会再死 义人会在这个地上 治理这地 那我们到后来 看到启示录就比较明白 就是耶稣基督会第二次再来 然后会叫 首先会叫一批 这个义人 或是得胜的圣徒 首先从死里复活 与耶稣基督 一同做亡一千年 治理这个世界 治理这个地球 而他们 不会再死 也代表说 他们复活之后的生命 在耶稣基督大能的 托住之下 他们可以过一个 不再犯罪的生活 圣洁荣美的生活 那既然 不会再犯罪 所以他们就 不会再受第二次死的审判 他们不会再死 既然不会再死 那 很可能耶稣 要表达就是说 那也不需要再生育了 因为之前会生育 是因为人想要让 敬拜上帝 这件事情 继续传承在 人类的族群里面 那如今既然 我们不会因为犯罪而死 我们就可以永永远远 敬拜上帝了 所以看起来就不需要再 生儿育女了 所以也不用再嫁娶了 当时我们像天使一样 不会再死 所以既然是复活的人 在那时候 就身份也改变了 就被称为是神的儿子 被称为是神的儿女 37节 至于死人复活 摩西在经级篇里面 称主 是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 就只是明白了 神原来 神原本就不是死人的神 神乃是活人的神 因为在他那里 或是说 因为在神看来 人都是活的 扎都该人一直坚持 摩西五经里面 没有讲到死人复活的事 耶稣却说 你错了 在摩西的经级篇 这边指的是 《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四章 摩西在看见 经级焚而不回的异象 的那一个段落里面的教导 在那个段落里面 耶稣指出来 这个 摩西称那位上帝 是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 而那时候 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都已经死了 但是呢 摩西竟然还称 这位神是 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的神 就代表 耶稣的诠释 就代表怎么样 这个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 他们在神眼中 永远都是活的 那明明就死了 如果死了之后 没有复活 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消失了 可是在摩西的时代 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早就死了 神却说 我是他们的神 所以耶稣说 在神的眼中 他们不是死了 他们只是暂时睡着了 有一天 他们也都要全部复活 所以你们一直认为 摩西五经 没有讲到死人复活的事 耶稣用这段话指出来 是有死人复活 因为在神看来 这些被神称为义的义人 永远都是活着的 他们现在只是暂时睡着了 有一天神要使他们称义复活 所以 神是活人的神 神不是死人的神 这个时候现场有几个文士 文士他们的立场 跟法利赛人是一样的 他们都是认为 圣经是有讲 有死人复活的事情 这样神才可以执行 公义的审判 叫恶人受罚 叫一人称义 有几个文士说 夫子 你说得好 以后 他们不敢再问他什么 耶稣对他们说 人怎么说 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 诗篇上大卫自己说 主对我主说 你坐在我的右边 等我使你仇敌 坐你的脚凳 大卫既称他为主 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 代表说这几个文士 法利赛人他们原本在旁边 等着 要下一轮 换他们来攻打耶稣 等到杀都该人 拜证下来之后 就换我们文士 来挑战耶稣 可是当他们听到耶稣 是这样的回答杀都该人的时候 连他们心里面都佩服耶稣的教导 那他们就觉得 夫子你说得好 夫子到底哪里说得好 不仅是因为他们觉得 好像耶稣 在死人复活这件事情上 跟他们是同一阵线 甚至他们听耶稣的分享 他们明白了更多 他们以前从来不曾明白的事 包含说如果真的 上帝来要使人从死里复活 那我们有一天神来的时候 我们这些文士 如果也从死里复活 那我们会被上帝 判为是罪人 恶人 还是被判为义人 我们有办法在上帝面前 那时候被上帝称为义人吗 我们现在一直教导大家 要遵守律法 就可以被称为义人 这是真的吗 所以他们也不敢再问耶稣 其他挑战他的问题 41节 大家都挑战完了 现在换耶稣来挑战大家 41节耶稣对他们说 人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王的子孙呢 大家都说要来做弥赛亚的这位救世主 他是大卫王的后一 那耶稣就说诗篇上 指的是诗篇110篇第一节 诗篇上大卫自己说 主对我主说 你坐在我的右边 等我使你仇敌 坐你的脚凳 大卫既然称他为主 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 他的意思是这样 大家都认定 诗篇第110篇第一节 是一个弥赛亚预言诗篇 而且是大卫所写的诗 然后大卫在这首诗里面 他自己说 主就是主 耶和卫对我主 我主就是弥赛亚君王 耶和卫对弥赛亚君王说 你来坐在我的右边 坐在我宝座的右边 那这个是一个以色列的传统 他们的君王有这个父子共同执政的这种传统 一个父亲他在当国王的时候 他会在他执政的下半段 让他的儿子当摄政王 跟他共同执政 让他提早熟悉治理国家 所以会让他坐在宝座的右边 共同执政 所以主耶和卫对弥赛亚君王说 你坐在我的右边 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 你要坐上宝座 踏上宝座 你会先有一个台阶 宝座比较高 那个叫脚凳 那打败仇敌 让仇敌变成我的脚凳 让我踏上去他之后 稳稳的坐在宝座上 这是代表就是说 国家稳固 然后战胜仇敌 这是一种得胜国权 稳固的说法 那耶稣就挑战说 那大卫王既然称 那位弥赛亚为我主 代表说他比大卫王尊贵 那他怎么又会是大卫的子孙呢 就是说大卫怎么可能 会称呼一个 未来他的后代为我主 你们不觉得很奇怪吗 那我们现在当然明白他奇怪在哪里 其实不奇怪 就是大卫 除非他大卫这位肉身的后代 他有神性 不然他怎么会让大卫 被大卫来称呼他为我主呢 所以耶稣就是用 这个诗篇110篇第一节 来挑战 这些宗教领袖 你们为什么不接受 我就是神的爱子呢 你们为什么不接受 这个我是从父那边拆派来的 弥赛亚呢 连大卫都称呼 大卫自己写诗都称呼那位 弥赛亚是我主 而大卫又说 他是我肉身的后裔 我们现在就明白 就是耶稣他有百分之百的神性 他也有百分之百的人性 他没有错 他是犹大支派 大卫的后裔 但他更是道成了肉身 那位荣耀的三位一体的上帝当中的圣子 众百姓听的时候 耶稣对门徒说 你们要防备文事 他们好穿长衣游行 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安 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 沿袭上的手座 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 加一座很长的祷告 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 耶稣就是要百姓留意 就是要拒绝文事跟法利赛人的教导 然后这些文事跟法利赛人 他们只喜欢被人尊重 被人捧在手心上 可是他们其实对于百姓 得着真正天国的道理 他们是毫无贡献 而且还会妨碍大家进入神的国 那他们喜欢穿长衣游行 在街上走来走去 穿很长的礼服 就是他们喜欢引人注目 他们喜欢在街市上 大家都看见他 来跟他们请安 他们又喜欢在会堂里面坐在高位上 又喜欢在沿袭上面坐在守卫上 所以他们这些 就是骄傲自大 爱慕贪图虚浮的荣耀 他们又贪婪侵吞寡妇的产业家产 可能是他们用一些不正当的诱骗的方式 让寡妇把他们的财产 因为没有孩子可以继承嘛 所以他们就打这些寡妇的财产的主意 把他用一些不正确的引导 让他捐给会堂 或是让他捐给法利赛人 他们假意做很长的祷告 在炫耀他们的圣经之事 自言自语 其实都不是在 真正在对上帝敞开心在祷告 只是要让别人称赞他们 好有学问啊 好尽钱 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 所以你们要留意他们 不要向他们 你们要接受我对你们所传讲的天国的信息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有一天你会再来 我们都要从死里复活 面对你的审判 我们都需要向你交账 因此恳求主 让我们有一颗敬畏你的心 好叫我们将来可以面对你 谢谢主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用你的命换了我们的命 我们不应该浪费我们这一生 过着一种不光彩黑暗的生活 我们应该用这一生来为主做见证 荣耀的来跟随主 好叫我们这一生活得有意义 有价值 以至于你再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被你悦纳蒙灵的恩典 首先从死里复活 与你同作王 过一个圣洁得胜的生命 谢谢主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赐福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